今天呢我们是讲儿童口腔医学导论 在讲这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 我碰见的一件事 前日子我们有一位 这个我们国家卫生部的一位官员 参观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参观完了以后到儿科去参观完 参观完了以后啊 他说他谈一下他的体会 他这个体会他说啊 他说哎呀我我原先啊 不知道这个口腔分的科分这么细 还有这么多的专业 更不知道还有儿童看牙和成人看牙有趣 不知道这里头还有一个儿童口腔科 这回我参观了你们科以后啊 我感觉到就有了深刻的体会 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儿童口腔医学 社会上对他了解不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呃我们 还有一个有一个 他参观完了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跟我说 他说我就不知道 什么这个乳牙将来要换的 换了以后还需要进行治疗吗 说现在别进行治疗了 说明什么呢 社会上我们的普通的一些老百姓 社会一些家长对儿童口腔医学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希望通过这次我们儿童口腔医学 我们先看看国外 这是美国 这是日本小儿子科学会 他有一个定义 就是儿童牙科是生长发育中 儿童为对象的 口腔学分科 生长发育中 生长发育中的儿童 如果生长发育已经结束 应该说他就不属于儿科的范围了 美国儿童牙医学会 他也有一个定义 他是说呢 儿童牙科是以治疗身体 精神 情绪等正在生长发育变化中 儿童为对象的口腔医学分科 他又更细化了一些 日本的他那个分类就比较粗了 那么强调什么 他包括他的身体精神情绪 所以说这里头 我们在治疗儿童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想考虑他的牙齿 当然我们要考虑他和身体的发育 同时我们要考虑什么 他的身心的发育 身心的发育 同时我们还要照顾 考虑到儿童的他的情绪 小孩不愿意知道 哭啊 实际上在我们儿童考前科 如何使小孩安静下来 配合你进行治疗 是吧 还有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工作 叫什么行为管理 还有一些 你就跟他说三岁以下 他也不听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药物管理 一会我们讲就通过药物 怎么让他配合我们完成这个治疗 这是美国儿童牙医学会 我们中华口腔医学会 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他也下了一个定义 儿童口腔医学是研究 胎儿至青少年时期 口腔器官的生长发育 保健和疾病防治的口腔医学分科 我们实际上更具体了一些 应该说这三个定义 应该说我们这个定义 比美国日本这个定义 更具体了一些 一个 他把时间定了 胎儿 我们大家知道 牙齿的发育最早的发生 是怀孕时候就开始发生了 我们很多家长说 有的时候得取病比较多 说 那个哥大夫 我们现在赶紧给他补钙 是不是还有这个 让他好一点 实际上这个补钙 应该是在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就应该去住 因为牙齿就在发生了 孕期的一些个疾病 会影响到牙齿 影响到颌骨的发育 所以说这里头 从胎儿开始我们要注意 另外他的截止区 应该是青少年 到底多大 因为这个定义不太准确 因为我一会儿要讲 全世界就对儿童牙科 到底多大以下算 有12岁的 有14岁的 有16岁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解决具体的 你的负责的范围 你要做什么 所以说他就比较混乱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去讲 另外这里头我们 这个时期的口腔气管的生长发育 他的发育的一些个变化 同时呢 保健和疾病防治 除了我们给他去治疗以外 还预防 如何去预防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曾经我们知道 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号 我们大家知道 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背下来 就是爱护牙齿从小做起 对不对 爱护牙齿从小做起 对不对 无疑是对的 应该从儿童做起 儿童做起 所以说我们保护牙齿 牙病的一方 应该从儿童做起 儿童做起 所以说这里头 这里头就儿童口径是研究 胎儿至青少年时期 这个胎儿至青少年时期 这个阶段 大家一定要记住 要记住 这里头我们可能大家能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里头都是用的儿童牙科 我们国家用的是儿童口腔医学 儿童口腔医学 这里头来讲 为什么我们用儿童口腔医学 国外都是牙 实际上来讲 历史证明我们这种提法是对的 国外呢 它是单纯的牙 因为我们牙医学院 已经牙医学院和口腔和大医疗 不是一条事的 我们属于医学部 医学院校 他强调牙齿是全身整体的一个部分 全身整体的部分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 不是说广考虑 我们局部的这个牙齿 昨天我们碰到一个病人 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 十二岁 牙齿刚刚出来 十二岁有些最后的 第二前摸牙的话 刚刚换出来 刚刚换出来 松动脱落 松动脱落 理论上像这个年龄 不应该松动脱落的 为什么 找不出原因来 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一下 问了一下 这个孩子 有重度的异症 最近最近是特别的烦躁 家里什么 一开始问家长说 没什么问题 最近我说 问你们家里有什么变故没有 有什么重大事件了没有 没有 实际上最近和家里闹了一场大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身心 大家知道 这个他的承受能力 他的这种非常的自我 非常 他这个孩子就是家里头装修了 搬个电脑 他那屋里没电脑了 没跟他商量 我们大家知道 人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特别的愤恨 愤怒的时候 主要是什么 要咬牙齿 咬完了以后 或者是去动自己的牙齿 那么这里头 他可能就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了以后 他可能就感觉疼痛 不舒服 然后呢 逐渐的这个牙齿 有的小孩去掰去 掰完以后松动脱落 松动脱落 这个时候 今天上午 我让他来我们的六院 来查一查 要治的话 得治根 也就是说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的牙齿的病啊 我们不能是单纯的 我就治疗这个牙齿 要和整体联系起来 中间我还会给大家介绍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告 儿童口腔医学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的教科书 在00年的时候 我们出的教科书叫什么 叫儿童口腔病学 出来了以后 因为我们很多的专家 对这里头有一些疑义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其他的学科 都是以疾病来分的 以疾病来分科的 比如说我们牙体牙髓 是吧 牙体牙髓疾病 对不对 牙周科牙周疾病 对吧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修复科 修复科主要是牙列缺失 个别的局部的 或者整体的 全部的缺失 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我们的正疾科 主要是促和机械 它是以治疗这个疾病来分 大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其他大的科 也说密尿科 是密尿系统的疾病 是吧 内科是内科 但是儿科 我们大家知道 它不是以疾病来分 以年龄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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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后来 我们给它去 叫儿童口腔科学 儿童口腔 儿童口腔医学 这个是已经第四版 这是新版的教科书 因为将来以后你们学的可能就是 这个是我来主编的 另外还有一些个牙齿的外伤 一些参考书 将来以后会给你们看的 它的英文表示 最早的时候 我们来知道 从这里头来看 从社会上 也逐渐的对这个问题 也开始有一些个认识 最早的时候 它这个儿科的 这个儿童口腔科的 这个英文表示 最早的是 Petal 我们叫Petal 或者Dentistry for Children 现在 现在就是大家越来越趋向 于是Petal 它的意思主要是牙科的意思 那么大家知道 越来越和全身紧密相连 所以它叫Pediatric Dentistry 这里头就是有更大了 更广泛了 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因为根据它的学科国外的 它的分科来着 我们还是在国外 我们还翻译成 还是叫它儿童牙科 但是在我们国家 我们是叫儿童口腔科 儿童口腔医学 大家知道 那么这里头刚才我说了 我们是至胎儿至青少年 这阶段的 那么好 那么如何去划定 它的接诊年龄 应该说是生长发育当中的 生长发育 应该说从胎儿开始 一直到生长发育结束 这一段时间都应该属于 我们儿童口腔科接诊的范围 所以说我们这里头来讲 12岁就对12岁不对 因为12岁牙齿全剃完了 剃完了以后 还有 这次还没有出来 是咱们说第八还没有出来 河骨还要发育的 也在处于在发育当中 另外我们知道 牙齿蒙出了以后 蒙出不算 它的牙根还要发育 还要有三到五年 才能发育完成 另外整个的这个河骨 整个发育完了以后 多大18岁 所以说呢 不管是我们儿童口腔科 包括大的儿科 前些年有困惑 很多就说老百姓不知道 比如说到12岁 或者到14 5岁 应该到儿童医院去看 但是大一点 比了青少年这一块 到哪去看 不知道 所以说大家 我们国家来讲 儿童医院 整个他定时 18岁以下 比上年 应该去看儿科 因为他的 包括他的精神 情绪身体 还都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还没有发育结束 所以这个阶段 应该是在18岁 应该是到儿科去看 所以说我们北京大学 口腔医院 儿童口腔科的接诊范围 是零碎 牙齿一蒙出了以后 一直到18岁 到18岁 当然这里头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到17 18岁的时候 这个因为他在挂儿科 有的这个特别是男孩 他觉得不好意思 有时也到城 也可以 但是这个范围 我们去做 可以挂儿科 当然对于儿科 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我们比如说 三岁四岁 在我这就诊 但是大了以后 七八岁 十几岁 现在我的病人 都已经工作了 都已经出国了 他回国以后 他要找我来看 他因为我知道他的过去 所以说我整个这个过程比较了解 所以他这里头也有 这是儿科的一个特点 好 儿童口腔 医学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一个目的 我们必须了解了我们的目的 我们必须了解了我们的目的才能够了解这个学科 这个学科 它的目的是维持和增进 从培胎至生长发育为成人 这一过程中 儿童的儿童口腔的健康预防和治疗口腔机患和异常 进行定期的口腔管理 维护其健全的口腔机能 为儿童口腔医学的目的 一个就是从培胎至生长发育为成人 也就是到18岁 这一过程中 儿童的儿童口腔的健康预防和治疗 它的机患和异常 我们大家知道 还有一点 其他的科室 其他的科室来就针的时候 一般都是有病的 对不对 我比如牙床都出问题了 牙周出问题 我看牙周科 我牙流不起 我宽正几科 没有的话挺好 我不去的 但是在儿童口腔科不一定的 比如说我们在发育当中 这个牙能出的位置对不对 有没有异常 他发育上 也可能他要到儿科来进行 就真的 也可能 这个阶段 比如说一开始猛出的时候 有一些拥挤 但是随着他核骨的发育 慢慢排气了 但是这个需要医生 医生来去判断的 他也要来进行检查治疗 所以说还有一个 除了机患是异常 这个阶段的异常 所以说我们再去判断 还有一个进行定期的口腔管理 一会我要详细去讲 怎么去管理 维持去健全的口腔机脑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牙齿的 一个 其实这牙齿都已经萌出了 我们看看底下 他这个牙齿 牙根还没有发育 也就是说牙齿萌出了以后 他的根 他的随腔和成人的牙齿是不一样的 他还要继续的发育 所以说他的治疗上各个方面也和成人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学习 要去掌握不同 比如说你像这个成人的时候 比如说他治疗的方法只要是诊断这个疾病 根据疾病去进行治疗 但是儿科不是的 不同的年龄 他牙齿萌出发育状态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的治疗的方法也有区别 也有区别 所以这里头我想 那么整个的他的治疗范头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哪些个属于我们儿童口腔科要做的 整个这个过程我们要掌握 一个乳腔牙发育解剖形态 其组织结构特点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候做儿科的 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什么 要问一下年龄 多大了 多大了以后 我们马上就有一个概念 脑子里马上就出来了 他口腔里哪些个牙该出了 哪些牙该掉了 对不对 哪些牙根发育到什么程度 他的颌骨发育成什么样状态 应该是什么 好 我们有了这个 以后再去检查口腔 你才能查出他的异常 你必须了解正常的 但是这里头来讲 他的一些节奏的特点 所以我们儿童口腔科大夫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功 必须去了解 第二个 儿童面核的生长发育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了解的时候 不是说广是看牙齿 面部 核骨 我们牙齿 儿童口腔科最终的治疗目的是什么 让孩子 牙齿排列整齐 对不对 正常的发育 所有的牙齿 不管是牙齿 面部 核骨 咬核都正常 能够正常的吃东西 整个这个发育过程 什么是快速期 哪个阶段我们治疗最好 效果 又不太费事 效果还好 这是我们这个阶段 所要去了解的 所以说面核的发动发育 当然有取病 是吧 牙髓病的诊断及防止 还有一个儿童牙齦 牙周 黏膜疾病的诊识 我们大家知道 牙周疾病 是成人的一种重要的疾病 造成牙齿缺失 但是 他表现在成人 最早发生在儿童 有在儿童的时候 没注意口腔卫生 没注意的时候 就造成了他的这种 牙周的一些隐患 如果预防的话 应该从这开始 儿童牙齿外伤 牙齿外伤 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儿童的意外伤害 在增加 在增加 我们大家知道 社会学者总是在呼吁 这种伤害对儿童伤害很多的 但是对儿童来说 他的外伤也在增加 也在增加 儿童的外伤 过去来讲 我们大家知道 城市化没那么 没那么剧烈 这个是都是农村 都是土地 一般造成那种外伤很少 我们这种交通 我们那 包括我们的这个 孩子玩的这种 娱乐的措施 你们可能都很少见了 过去来讲 是玩那种沙包啊 踢那个架啊 踢那个那些个 现在都是玩那种 滚轮啊 滑轮啊 或者那种车什么的 这些个都造成了 儿童外伤 外伤 现在是一个增加的趋势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国际的牙齿外伤会议 国际牙外伤会议 是每两年举办一次 现在就是有一个 国际牙外伤学会的主席 Anderson 刚才我有一本书呢 是专门翻译他的一本书 经典 他说了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对所有的疾病 我们最终都会找到一种方法 找到方法去预防 去消灭它 消灭它 比如说我们有些疾病 完全可以 最近我们大家知道 那个艾滋病 都已经找出来 怎么去破坏 怎么去预防 甚至治疗 这些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然最终是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将永远从一种疾病进行斗争 那就是意外伤害 也就是指的这种 牙的这种外伤 除了这种外伤以外 而且这种外伤来讲 我们大家知道非常突然 它不像其他的级别 而且面临着法律的问题 有的时候别人推打 打的时候碰着了 这里都见识这问题 还有牙齿发育异常的诊断和治疗 发育异常 比如说有的牙过小牙 出的时候不能过早 早早出来了 那牙根还没发育完成 它容易松动 有时候该出来 它不出来 持萌 是吧 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别的位置上出来了 它不在自己的位置上 这些个的异常 包括它本身的 不是形态大小 颜色上都可能有区别 这里头这些个异常 我们要去诊断去治疗 还有牙裂咬后 关系异常的预防和治疗 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来讲 牙裂排列的时候 也是个漫长的过程 有很多的错和机性 需要做证机 在座的可能也有做过证机的 是吧 因为牙齿需要去排起 但是在儿童考腔医学 我们采取一些措施 做一些工作 完全可以 有一部分 大部分可以预防的 除了遗传以外 我们可以让它的牙齿排列的更好 排列更好 但是要早期的去预防 早期进行治疗 所以这事我们也是 我们儿童口腔科所要做的 还有一个 儿童口腔疾病的相关综合征 综合征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人类还有很多的综合征 比如说 心里缺牙 有的小孩他不长牙 有的时候缺一个两个 有时全口都缺 他和全身疾病 比如外培液的发育的问题 外培液发育不全 他还有其他的问题 毛发呀 汗腺呀 等等 还有一些碱性磷酸霉的一些的 早早的两三岁 牙都自动就脱落了 这些的全身性综合征 在牙齿的表现也很多 所以说也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残疾儿童的治疗 我们一个是智障 我们大家知道 智障发病率比较高 但是我们人口的基数比较多 所以说这种很多的 大家知道现在自闭症也比较多 这些个他的治疗 为什么呢 他得的病是一样 但是他的治疗方法和成人有区别的 和正常孩子有区别 为什么 这种孩子不配合治疗啊 不让你治啊 他如何去口腔保健 如何给他去进行治疗 所以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了解一下临床口腔医学的分科 分科 分科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把 如果这里头能够聊 从这里头我们可能更好的去了解 儿童口腔医学 我们实际上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修复学 灌桥修复学 全部移植 局部移植 纵植 最近的纵植发展非常快 这是一个 还有个治疗学 一个呢 是牙髓病 牙体修复 牙周 外科 正肌血 放射 麻醉 口腔麻醉 一方牙科学 当然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黏膜学 国外没有啊 国外他叫口腔的内科 我们口腔内科只是把牙体牙髓 牙周病啊 不太一样 但是呢 中医黏膜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色 应该说这两大部分以后 还有个按年龄来分 就是 儿童口腔科学 成人口腔科学 和老年口腔学 这里头是什么呢 应该说这么去划分的话 儿童口腔科学 应该说这些个内容都涵盖 都去涵盖 有一次我去讲课 说我们儿童口腔啊 跟各个学科都有联系 都有联系 有一个人提出来了 他说 我觉得有一个科 你没什么联系 他说纵直 纵直 纵直都是成人纵直啊 孩子怎么能给纵直呢 理论上讲 小孩 这也很少去纵直的 因为都是成人 固定了以后再纵直 但是现在国际上 也在用一些个 呃 种植的方法 比如说 有很多孩子先天去养 啊 先天去养 但是呢 你给他带一尺 他又不带 但是有一些的专家呢 有一些国外一个学生 就是给他 先种一些个 简单的 一些个临时的 一些个牙 这个牙齿 临时给他种 种完了以后 逐渐去换 然后一直到 让他去适应 这个种植一尺 当然这里从学术上 还有一些个争议 但是必定 他和各个学科 都有很多的关系 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儿童口腔医学的特点 特点 我想他和成人口腔科学 怎么去 呃 20岁的一个人牙齿有了动 他的一种状态 和一个40岁的 这种差别不大的 比如我们诊断牙碎眼 治疗原则是一样的 诊断申取 治疗原则是一样的 确实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 儿童不一样 儿童它是生长发育当中的 动态的 动态的 比如说 我们三岁 我们这个小孩 得个牙齿炎 我们要给他进行治疗 比如说同样一个 第二乳膜牙 我们再治疗 八岁或者九岁了 这个时候 我们治疗可能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采取拔竹的方法 因为牙根已经吸收了 对不对 治疗方法是有区别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拔了以后 就是比如说七八岁 否则六七岁 同样一个牙齿炎 或者根肩周炎 我们拔了以后 还要怎么着 要拔了以后 因为出来以后 八九岁才出来 还有一段时间 拔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做阶析保持器 站住这个位置 也就是同样一个疾病 三岁左右 五六岁 七八岁 它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头 我想它是一个动态的 变化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 还有一个 这里头成人 它是形态功能恢复 我们主要恢复它的功能 它的形态 给它相好 补好 功能都给它恢复 能够正常吃东西 可以 但是我们儿宠口腔科学 是正常发育的优道 我们在这里头考虑到 一个是什么 我们治疗这个乳牙的目的是什么 把这个乳牙治好 它现在能吃东西 能去脚 促进了它的颗骨的发育 当然对它身心发育也有影响 还有一个 可以正常的诱导 继承恒牙出来 我们要考虑这些个因素 当然也要恢复它的形态功能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恢复 也要恢复 除了这以外 还有正常生长发育的诱导 成人口腔科学 那么它的治疗 形态功能 恢复以后 治疗就结束了 比如说 我们去做 纵牙 是吧 纵直一纸 纵完了以后 这牙纵完了以后就没事了 对不对 当然要定期 找医生 再给复杂 看一看 检查检查 有没有问题 是这样 但是 比如说我们做症基 把牙排列起来后 不一定再去找大夫了 可不一定进去去 但是去的时候 只是维护 咨询 了解 有没有无法 等到 它的治疗 基本结束了 应该这一段节 但是 你的儿童的治疗 从牙齿盲出 一直在承认 也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当中 也就是说 从牙齿盲出 儿童口腔科学 应该来说 就应该去介入 去了解 去保健 一直到牙齿完全 一直到成人 18岁 完全的牙齿 合股排列整齐 你的责任 才算结束 所以说 大家知道 过去来讲 我们知道 这个挂号来讲 我们北大口腔 正极科最难挂 这个是凤凰卫视 我们知道 孝庆凤凰卫视都报了 说北大太难挂 那是20年前了 后来牙体牙髓 补牙比较难 后来就牙周 修复 最近这几年 儿科最难了 为什么呢 一个大家的意识增加了 还有一个呢 因为他的治疗 一直要到成人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还有一个 成人口腔科学 他的关系 是医患的关系 就两者的 病人和患者 就是医生和患者 这个两者的关系 这里头 儿童的形象 是医生 患儿和家长 三者的关系 是个三角 这个三角 一定要记住 顶上是谁 儿童 底下是医生 和家长 我们这里头来讲 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三角的关系 一个 我们有一个 在有一个大夫 在治治疗完了以后 那个旁边 是要治左下的 左下一个 它是最后一个牙 然后到处 第二个也有动 这个医生 这个家长 完了以后 这个医生 一看两边都有 是最后一个 也有 就把最后那个牙给治 然后一看到 第二个也有动 也给补上了 补上了完了以后 跟家长说 旁边也有动 我也给你补上 家长说 为什么没跟我说 你在治疗之前 应该跟我去谈 所以你的治疗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儿科 是吧 病人 我们检查完了以后 跟家长 把家长叫进来 包括他来多少次 怎么治疗 会不会造成痛苦 我们都跟家长要谈 家长同意了以后 然后再开始治疗 还不够 我们还忽略一个儿童 也要去跟他去谈 当然 不是说我们要跟他去谈 和跟家长这么去谈 你这是牙髓炎 牙髓炎要做根管治疗 是不是 那么跟孩子说 你这里头有小虫子 是不是 叔叔或者阿姨 或者给你把这小虫子取出来 要不他老咬你 你吃的好东西都让他吃了 对不对 然后取出来 用儿童的语言去说 让他去理解 去配合你 对不对 小女孩 小女孩 你们说 哎呀 你看你看 你长得多漂亮 对不对 你看这个牙黑乎乎的可不好 把他给补白了 好不好 小孩 他就能够去 比如说有一点疼 有点痛苦 有点不舒服 他能够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可能哭 能配合你完成治疗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注意家长 患儿的关系 不是说我们库里 有的时候 跟家长一谈张嘴 成人可以 你说张嘴就开始治吧 就是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去治 但是孩子不行的 我们中间还要跟他去 我们有的大夫 还有的时候 自己有一点小故事 边钻边给他讲 什么小耗子 什么小兔子 什么吃萝卜 什么什么 这些个故事 给他去讲 给他去讲 所以这里头我们要注意三者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慢慢的 我想你们再去体会 这个行为管理 是我们的一门科学 以后大家会再去管 我们再去了解 我们儿童取病的发病情况 发病情况 这是儿童的这个取耻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 全球有一个未来灵柱牙联盟 长期目标 2026年之后出生的每个儿童 都能够实现终身灵柱牙的目标 2026年 现在是13点 大概还有十几年 要实现这个目标 终身灵柱牙完全可以 这个目标提出来 是不是说 哎呀你们空想呢 这个哪能 实际上有很多的发达国家 比如新西兰 比如美国的一些个州 比如说北欧的一些个国家 完全可以做到 他在10年 也就是10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1年 已经定出目标 5岁的儿童 换取率低于10% 9%孩子没有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情况 这是95年 我们做的一个流行力学调查 换取率 5岁的儿童 换取率是76.55 取军是4.48 到05年 我们大家知道 换取率是66 66了 只有30几的孩子没取 大部分都有 那么取军是3.5 这个数字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05年是66 3.5 这是最权威的一个数字 最权威的一个数字 取军和换取率 那么05年到现在 七八年过去了 是吧 现在是13年 05年到现在可不止了 这个不止了 这个这段时间 我们的取军是上升了 下降了 我们看看北京的数字 北京05年是58.59 到10年 65.50 北京地区在上升的趋势 也就是说 应该说 因为我们知道牙齿的异方 有两个要素 一个 意识得有 得知道牙的重 是要重要性 如果不知道 有的 有的 有的根本知道 什么牙嘛 随便拔一颗就完了 对不对 随便去 不用治 因为牙 那么多牙 那个牙治不治 无所谓 但是如果不去重视 不去重视不行 那么人的意识得高 意识得教育水平高 北京应该算高的 他应该得经济 得有钱了 才像过去来讲 都是想到能生存 没想到牙齿的问题 那么在这两个要素 北京在国内不是最低的 对不对 经济啊 教育水平 特别是我们海淀区 教育水平应该算高的 它的曲变 儿童曲变在上升 其实应该说 我们很多的专家 因为我们明年啊 还要进行 第四次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 流行病学调查 应该说大家感到上升趋势 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换取率 在国内应该预估 在70%到80%之间 也就是说在上升 在上升 所以说这里头我们认识 这个呢 是换取病最高的 北京地区最高的是81.3 最低的是44.8 44.8是我们海淀区相对比较好 郊区比如说延庆 苹果相对比较高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 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地区 刚开始富裕 不注意口腔卫生 小孩想吃糖 随便吃糖 喝那些软饮料 今天上午 我说这个小孩满口牙全坏了 我说你怎么坏成这样 小孩喝秋梨糕 喝秋梨糕 我们大家说秋梨糕的话 第一 这个秋梨糕的话 那个糕是不是秋梨 天知道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厂家更多的放什么 田索 对不对 还有一个 我们再拉长一个 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家 出现了什么问题 奶粉 大家知道 现在到香港去买奶粉 这是我们最最 觉得没面子 香港没有 我们也觉得 中国人怎么到处去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人去抢奶粉 我们中国的这种 这种这个家长 他也不会带孩子 就说实际上 我们牙齿长出来以后 比如说两岁半 牙齿出来 让他去嚼啊 让他去吃东西啊 好 我们说一下奶粉 低龄儿童可以用奶粉 这一岁是他没牙呀 你不用奶粉 或者抹乳 或者配一点奶粉 但是牙齿已经出来了以后 再用奶粉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第一 是不是这个奶粉里头给你 我问一个家长 我问一个家长 现在咱们家长 不管是两岁 三四岁 四五岁 家长还要给奶粉的 这个奶粉里头 第一个 这里头 我问说为什么用奶粉 这里头 它钙呀 磷的 什么都给你配好了 一吃不缺了 多好 这里有问题 第一个 当然 是不是厂家给你配好 天知道 是吧 全世界商人都 都都都可能 如果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都可能做 那种不太道德的事情 我们现在曝光 全世界国外曝光也都 好 假定 它是 它是有责任心的 都给你把钙呀磷呢 都配好 也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的这种营养 靠什么 人类的营养是靠吸收的 对不对 孩子吃个馒头 西红柿 吃个苹果 吸收营养 我们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营养都给他灌进去 会出现什么 成人可以 比如老年人品的那个时候 那你给他配 配可以 因为他们的吸收功能 看 而从正式生长发育功能发育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给他灌了奶粉 长期他吸收就有问题了 吸收功能什么 退化 对不对 你再给他天天喝奶粉 你再给他西红柿 他不 他这个吸收功能就没有了 退化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孩子 什么 两三岁 你去看 虚胖 很胖 对不对 虚胖 但不着实 不着实 不是说是那么壮实 吸收的一样的人 向社会上到处去呼吁 然后牙齿毛出来 让他去 还有一个 再说一个 牙齿出来 你得让他嚼东西 你嚼以后 河骨才能发育 发育 河骨发育 牙才长出来有地儿 对不对 排列才会长齐 对不对 你不让他嚼 河骨怎么发育 就和人是天天的 不走道 在那坐着 出生了以后 这个腿能发育 骨骼能发育 所以说我这里头 我们想上社会上 要不停的去呼吁 因为这个问题 越来越严重 治疗率来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治疗率最高是32.3 海淀区 最低只有3.2 也就是说 这么多的孩子 只有不到10%的孩子 得到治疗 大部分孩子是什么 没治 海淀区最高 也有60%左右的孩子 还没有治 所以说 认纵而道也 所以说 我国儿童 换取率的现状 是什么 换取率高 就诊率 极为低下 世界卫生 2026年 就要 终身领受牙了 我们这儿 谈60% 所以换取率 很高的 看一个 就诊率 极为低下 如果说北京地区 只有3点几 有个别限制 如果说 我们在西部地区 青海 西藏 欠发达地区 可想而知 所以说 我们要去 做 工作很多 所以说 我们原因呢 是口腔健康意识 和公共口腔健康措施 之后 以社会经历 健康意识 我们有很多的家长 我说 怎么 这个 怎么给孩子不治 他说 这个口腔 牙齿将来换了就好了 对不对 口腔不一定治 就是人们的意识 包括我们的医生 有的时候我说 怎么现在才来 我们到医院去了 医生给我们说了 不用治 将来换了就好了 所以说 这种口腔健康的 这个意识还没有上来 当然比过去已经很好了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在爱牙日 在二十多年前 我们还没有 全国牙放租 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到农村去 什么情况 到农村去调查刷牙 刷牙的时候 有很多都不刷的 有的是从城里来的 打工回来 或者上学回来 刷了牙 全村人都笑话的 对不对 都说你看 到了城里人都扁话 还要把那个牙刷一刷 就是健康意识 当然这些点已经很好了 我们也有很多数据 还有公共保监措施 国外来讲 它为什么到2026年 能达到灵柱牙呢 我们大家知道 公共的保监措施很好 一个 有很多人问我说 哎呀 你看国外 它也是 也是种 它区别为什么 公共保监措施 饮水加索 饮水加索 每个人既便宜又好 我们国家到现在 饮水加索没有 当然这里有很多社会的一些问题 将来以后会给你们去讲 还有这种工 还有每个孩子的保监措施 我们这里头 孩子来讲 真正能够去做 儿童牙病的 能够去给孩子治病的 医生不多 我们国家来讲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在注册 我们儿童口腔学专业会 大概注册的 做的大概有 也就是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 日本 以日本为例 我们和日本 我们这个邻居去比比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问题了 但是 就儿科的发展来讲 它呢 我们人口是它的 正好它是1.3个亿 我们是13亿 是它的十倍 对不对 它的儿童牙科的注册会员 四千人 四千人 如果说我们人口是它的 十倍 我们注册的儿童口腔的 医师应该是多少 四万 我们现在只有五百 五百 四万 如何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北大口腔医院 儿科挂号那么难 这还是北京的 还有的看 挂号难 还有地方 别说没地方 另外 口腔疾病对儿童健康和生长发育的影响 认识不足 有很多人认为 那个 小孩的病 那个就别治了 将来后掉了 是小孩 对于他的 颌骨的发育 对全身的发育 都会感受影响 一会儿 我想我后会给大家再去详细的去介绍 有哪些危害 有哪些危害 这个我们看一看 这个孩子 是 呃 创下 风格止炎 也就是说 牙齿的疾病会引起这种局部的感染 甚至因全身发烧 性的细菌性心内脑源 这些个都有 当然 在北京地区 这些年来讲 我刚毕业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 三年前 那时候见的还比较多 但这些年很少 但是我们的农村 有些其他地方 还有 还有一个 这里头来讲 这个孩子 一边脸大 一边脸小 对不对 小孩因为有了 取坏了以后 他用一边吃饭 一边吃饭 一边发育 一边不发育 因为他正是长的时候 两边什么呢 就不对称了 所以对孩子来说 一定要两边同时吃饭 有的我们家里说 一定要用两边 用不了 为什么呢 这边牙疼 这边没牙 我们必须给他去治疗 这样的话 造成他的核骨的发育 这样才可以 还有一个 这个 这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试验 给大家了解一下 可能他对全身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老鼠 两组老鼠 两组老鼠 营养成分一样 喂的方法不一样 一种呢 我们给他灌成吸汤的 就是给他 就喝葱奶粉的时候 给他葱了他 对不对 一种呢 我们给他做成那种块状的 对不对 这两种去饲养他 对不对 两种差异在哪 一组因为是灌成汤的 和奶粉那样 他不用嚼啊 对不对 广喝奶粉呢 对不对 咕咚咕咚喝啊 一组 我们就 因为是块 你得嚼啊 得嚼烂了 才能下去的 对不对 调查了以后 这两组的老鼠 我们饲养了几个月以后 然后让他去 这是个迷宫 这个地方放的一些巧克力 他平时爱吃的东西 对不对 从这里头 他去找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可以计算两个 一个计算 他找到的时间 对不对 一个 他失败的次数 对不对 第一次转这儿撞了 第二次就不能走这儿 应该走这儿了 对不对 喊走这儿 说明什么问题 没记性 对不对 记忆力有问题 对不对 大量的研究 反复的研究 那一组 那一组 也就是说 用粉末状的 用的 他花的时间 比那种块状的时间要长 失败的次数要多 说明什么 对于这种发育当中的老鼠 影响到什么 记忆力了 对不对 当然 葛老师不是说 好 这个记忆力不好 这个这个 嚼嚼东西的 但是对于儿童来讲 我们对于他的正常的咀嚼 有正常的牙齿 绝对不是单纯 嚼烂嚼不烂东西的问题 只是牙齿的美观的问题 会对他的全身 甚至脑部 学习记忆力 发育产生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个 当然还有个局部的 像这些牙齿 弯曲啊 像这个乳牙 这是横牙 推在这来了 对不对 这个前牙 这侧已经出来了 这个牙没出来 给推在这儿来 全是严症 这块是严症 因为它还是质 但是基层它治疗方法不对 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 当然还有这种 我们看看 造成这种弯曲 这个牙齿本来正常出了 严症可以把它推上去 推在上去 可以推在下去 前牙的这种 跟这种病变 全是这种残分 咱们休息几分钟 这里头来讲 我刚才讲了 这个曲病来讲 一个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定的是00年 在这个曲病的话 要降到10%以下 它定了目标 那么这里头如何去预防 当然一个我刚才说 社区的大的群体的这种预防 比如说饮水加福 公共的预防措施 当然我们国家比较落后 现在逐渐去做 政府也在逐渐去投入 也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一个这个是我愿意给大家去看这张图片 这是大概是在十几年前 我到日本的时候 他们带我去的一个地方 因为最早的时候 我再去日本 再去出国的时候 你大家知道 很多的要去参观的时候 很多人都要到你现代化的医院 一流的设施 一流去看 后来他们这次去的时候 他们的日本的接待方 带我去的没有到 没有到那种一流的诊所 或者是他的医院 他们带我去的这种一种母婴的这种教室 也就是说这种是什么 都是怀孕的母亲 都是怀孕的母亲 怀孕的母亲以后 要到这种教室 所有的怀孕以后 要去培训 培训 因为包括他儿童什么时候长牙 什么时候发育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 这是什么 自己练习着去刷牙 练习刷牙 将来以后给孩子 他在模型上给孩子怎么去刷牙 应该说 我们国家这方面还是欠缺的 我们社区做不到 我们比如怀孕了以后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很多家长 拼命的去给孩子去喝奶粉 喝这个奶粉 觉得不喝奶粉 又说我说你怎么喝奶粉 都是国外的 他已经我的用的这种品牌 他已经是一种悬要的这种方式了 实际上他们怎么去正确的羊 让他去嚼 嚼一些用头 多直接收败水管 包括去刷牙 包括这种刷牙 大概要培训两个多星期 牙齿的萌出 怎么去喂养 包括他的姿势 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很多这种小孩 喂养不到这种撮合进行 比如说反核 比如说用奶瓶叼着 对不对 小孩叼着 你给家长帮着扶着 我们给孩子一个奶瓶 他要这么报 反核 下核往前 上核发也不出来 对不对 要这么报 上核前途 下核回去 对不对 必须家长帮着扶 这个姿势怎么去做 在这里都培训 我们应该说家长获得这种知识的地方 所以说预防取齿 比如预防 刚才说预防取病 应该从儿童做起 从小做起 不对 怀孕就做起了 准妈妈 我们大家知道 北京市 我们最近也提出了一个口号 因为我是他们取病预防的顾问 不要带着牙病去怀孕 非常好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取病 变炼 它是传播的 最早它不一定没有的 是别人传播 我们孩子 给孩子 比如说 烫不烫 这个小勺子 喂的时候 自己先要 甜甜 是吧 怕烫着孩子 那个奶瓶 喝点水 自己先拿个奶瓶 捉一捉 然后再喂孩子 这里头 如果你有取吃 有变炼的话 为什么 传播给孩子 家长容易得取 这孩子 他不是传染级别 传播性级别 所以说这里头来讲 要从怀孕开始 就去做 还有当然 叫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是在门诊 所有的孩子 都得先去刷牙 就在治疗当中 先把牙齿去换 如果要说 你给它治完了以后 还没有正确刷牙 还会得的 这样的话 去教他如何去刷牙 还有一个呢 就说我们现在来讲 在治疗上 它的取病是可逆的 比如早期的发现 比如取齿 我们早期的 可以再匡化 过期来讲 我们都是 如果有取病 攥个洞 把它补上 如果早期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拉回来 早期诊断 现在这种 器械诊断措施 也非常多 非常多 将来以后 你们会去学的 比如说 像这种 早期取救 这种 现在我们都不重视 一看 非得像 刚才我打出来 见到那种 深重才重视 早期没人治 如果是这个时候 我们给他 涂一点 这是表层下 一崩了以后 马上就是取治 我们再匡化了以后 这都毁复了 完全可以毁复 不一定去钻 造成孩子那种痛苦 像这种 我们你看 经过再犯化没有了 这种斑 没有 所以说 这种的话 早期进行治疗 治疗的时候 还有预防的时候 从怀孕开始 甚至还没有怀孕 就去做 这个是应该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像前牙不容易多 后牙容易多 这时候 多勾啊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北京地区 政府来讲 也花了很多钱 北京地区 我们在这儿已经才是对六岁的儿童 全部都免费 呃 做窝国封闭的 政府出钱的 啊 政府出钱的 很多的城市也 西部地区 我们卫生部给西部地区 都给它做窝国封闭 我们前牙等一个 这个后牙特别容易等 当然我们在做图仆 另外还一个 就是我们过去 过去来讲 健康体检不包括牙齿 这个方法 十二五规划中 包括所有的牙齿 每个孩子大概有 有几十块钱啊 我们大概几十块钱 这国家预算就很大一笔的 啊 都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你看我们做了 窝国封地了以后 就可以预防 它的这个趋齿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 呃呃 在儿科来上 发展 也是非常快的 一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呃 这个钻针 我们大家说钻针 过去都是这种 稻子 非常快 三十万针 为什么呢 要把正常的牙齿组织 给它切下 对不对 切下正常的牙齿组织 现在这种 微创的转针 只是去取患 发展也非常快 只是去把脏东西 正常组织去不掉 这样的话 就可能最大限度的 保留牙齿 叫什么 微创 微创的技术 发展也非常快 过去来讲 比如说这儿有个洞 我们要把这块全磨掉 现在只是磨这一块 这个洞呢 我们要被这一块 现在最大限度的 保留牙体组织 在治疗当中 就在儿科的时候 大家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们待会要学 孟老师在跟我们讲 成人压周病 还有 雅底雅髓讲了吗 已经讲了 雅底雅髓 我们知道成人的一些 治疗的方法 一些方 但是 和儿童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要注意什么 儿童不是小大人 在所有的国外经典教科书 包括我们的教科书 新版的 第四版的教科书 也已经写 儿童不是小大人 也不是说 我们要把成人的方法 因为我们至始至终 一开始 我给大家 正在生长发育中的儿童 正在电话当中 所以不能把 简单的把成人的方法 翻过来 所以这里头我们要知道 还有它的治疗技术 发展也非常快 过去来讲 我们都有银拱 大家知道 在座的可能有的有 有的就没有了 这种银拱给捕 捕了以后又黑 容易脱落 后来我们用这种嵌体 嵌体金属就好多了 勾窩尖 这样的 现在来讲 我们都是用这种树脂 树脂 树脂嵌体 捕出来和针牙 是一抹一样的 真是 实际上是 刚才这些个 我们把它去掉了以后 换成这种树脂的 捕出来和针牙 一抹一样 现在来讲 在儿科这方面的技术 发展也非常快 还有 我们后牙来讲 因为它容易脱落 我们后牙来讲 补起来 要毁复它的取决 不过 让它嚼东西 对不对 我刚才讲了 如果小孩嚼的话 至少对它的脑部发育 记忆力 有促进作用 对不对 这里头来讲 我们给它毁复 它的牙冠 让它去咀嚼 这里头 就是不容易脱落 这些个发展也非常快 这个孩子 刚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 就让它张嘴 不张嘴 就张嘴 你看这个面部的表情 也是很苦恼 看看它的口腔里头 全部都是这种 残根残关 残根残关 我们看看 我们给它补了 把前牙 后牙 都给它冲添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看它 对吧 前后再看看 特别的像 也就是说 实际上对孩子来讲 我们要考虑到的是什么 不是单纯的 我们只是把这个牙 给它补好了 对它身心都会产生影响 我曾经去人大幼儿园 有一次去看他们 六一 很多小孩在做游戏 在那做游戏的时候 很多人都笑 连我都笑 这些小孩 一会儿蹦 一会儿拿错了 一会儿蹦错了 这个望东 他望东 该望东 他望了西了 望前他望了后了 那小孩多有意思 说是两三岁 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坐那 他不笑 趴在那 我跟老师说 我说那孩子也不过来 他说他不 他自从入园 就一个人 他从来不跟别人去说的 后来我比较好奇 我就过去了 过去了 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后来跟他一聊 一张嘴 满嘴都是那种 参根参冠 全处那种区块 后来我说 他怎么不治 他说 他谁知道他父亲 他父亲是一个 中关村的 我们这儿一个老总 家里挺有钱的 我就等他下班来接的时候 我说你把他家长叫来 我问一问 我跟家长说 我说你这孩子有病 怎么不进行治疗 那么多的区块 你怎么 都说哥大夫 这不是小孩的起病 还治吗 我从小就没治过 我说能治 他说 他哥大夫 钱咱不成问题 你就拿最贵的 给我补最好的 我说那就行 后来我们给他去治疗 把前牙都给他补成那种白的 我们现在 参天技术也是非常好的 都给他补 完了以后 这个孩子来讲 应该从性格上完全改变了 也爱唱了 也爱跳了 也爱和别的小朋友去交流了 过去不是这样 也就是换一个人 现在后来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出国了 每一年回来 他都要到 到 到 到我这儿来 来来找找我 跟我聊一会儿天 什么的 也就是说 我们治疗当中 从某种意义上 而科的这种来讲 你想想 如果说这么点一个孩子 他牙齿不好 就有一个自卑感 对不对 将来以后 他的身心发育会有影响的 将来以后 如何去面对 竞争这么激烈的一个社会 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 是改变了人生的 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当中 你看这个孩子 一看 就多乐观 向上 是吧 成人的我们儿科来讲 还有注意什么 这种美容的这种修复 就是外伤比较多 过去来讲 我们看看 这个补出来了以后 能看出来 是吧 我们补出来了 就是说 能做到什么 这个外行人一看 挺好 内行人一看 你这是补过的 现在 无论是内行和外行 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他是补上 这是现在我们的技术 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们看看 这个孩子 同样一个孩子 我们看 把他补完了以后 冲天完了以后 是这种状态 然后放大 看不出来 这块是补的 对不对 完全和真牙一门 前后我们看看 两种的方法 治疗方法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现在发展我们的素质 仿生技术 完全仿生 我们的牙幼质 牙本质 完全可以做到 和真牙一门一样 还有无痛治疗技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孩子来讲 我们国家来讲 有相当一部分 人有牙病 不去进行治疗 牙口恐惧 啪看牙病 治疗那个 嘶嘶的 那个很难受的 孩子也是 孩子有相当一部分 孩子一去了 最严重的 就是什么来着 就是说 一见我们的后诊时就哭 还有那有家长说 一看着你们口腔医院 就哭 家长有的说 早日起来不能提牙 就不能提牙 就说 我们孩子回去就有病了 一提牙 这就开始闹他 就哭了 就是对牙科那种恐惧 为什么恐惧怕疼 实际上 我们儿童口腔科 我们现代的牙科治疗 完全可以不同 完全可以做到无痛 所有无痛技术 比如说我们化学去腹 比如像这种 取坏的时候 我们给他低一点药水 腹植去得很干净 就不用去钻针 有的小孩说 不用钻那个钻针 我们可以给他去冲天 这个孩子是 我们来了以后 这个孩子 你看这儿有一个取动 他就是不上台子 早上起来就挂号 挂得还挺靠前 他不上台子 就是在后头 你说要不你再哄哄 家长哄哄 哄也哄不好 就是不看 不看家长 急着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脑袋 因为好容易请来家 孩子也请家 他就是不看 你还真是没办法 后来他提出一个要求 说不能用你们的机器 别都行 后来我们给他拿这个化学去腹 去腹完了以后 把腹植去干净了以后 从前完了以后 就是这 其实一些药水 然后做 完全可以有这种技术 我们大家去掌握去了解 当然还有这种 表麻的 还有这种振通仪 过去来讲 我们打针的时候 小孩 有时候拔牙的话 你得举麻 得给他麻醉的 你要说绝对不打针 不行 因为你钻的时候 打好麻 麻醉了以后 他就不腾了 对不对 但是打麻症 拿着那个针 他腾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种 无痛的 橘巴仪 震通仪 它不像普通的那种 注射的针 像头皮针 那样 它形状改变了 而且表面再给它涂一些 拔起来 就打起来 孩子就没那么痛苦 当然还有这种震通仪 也就是说 他在疼痛感的时候 他去按动 那个血腰的时候 提高他的痛运 提高痛运 但是这些的方法 都有适应更 是得大一点的孩子 对不对 小一点孩子 两三岁在那哭 你给他弄 那个东西 给你扔一边去了 或者什么 这个是大一点孩子 小一点孩子 像这种孩子 还有这种 智障的残疾的儿童 很难去 比如说三岁以下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过去来讲 我们都是拿那种 板给他绑起来 臀绑起来 但这种来讲 应该说是很不人道的 那么还有 你看这种板 包起来进行治疗 当然匹配这种 恩要好多了 好多 我们我曾经去 在那个分院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正在那个中午 中午休息的时候 一个老敲门 一个老太太说 说大夫 我想借着你们的椅子用 我说您是牙科大夫 不是 我说您干嘛 要借我们的椅子 他说我们这小孙女 前两天牙疼 疼得很厉害 晚上睡不了觉 晚上一小小哭 跑了好多医院 他闹 他不配合治疗 他闹 没给他 就说跑了好多医院 人家都治不了 跑了你们北大口腔医院 你们口腔医院可好 这个大夫到十二点了 这个也下班了以后 顾上吃饭 有摁胳膊的 摁腿的 摁脑袋的 有掰嘴的 有钻的 帮我们这牙给治好了 现在这个牙是一点不疼了 但是就是晚上做噩梦 突然就惊醒了 哇哇就哭了 后来看了个中医 中医说 这个中医看了以后 说说说叫什么 下着了 老百姓吐话 叫丢魂了 是吧 就是魂给他 你得去那个地方 就去暗示给他叫一叫 我说那你就叫吧 这说明什么 我们这种治疗方法 存在缺陷 虽然说我们把牙给治好 忽略了孩子的那种 你想想 五六个大夫 医生护士 摁着你 都戴着口罩帽子 露出眼镜 晚上肯定得做噩梦的 所以说这里头 我们给他包起来 相对就好了 因为这不用摁了 一般这种孩子 包起来以后 他在旁边他只是姜嘴 人工也就是一个医生 一个护士 在旁边一个护士 就完全可以了 但是这样也有问题 给小孩说 这里头也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 就是镇静全麻下来 给他做治疗 现在我们北大口前院 从99年 我们就开始做 因为在国内 做的是最多的最好的 最多最好 当然有人说了 是不是全麻就和那个 坐手是有区别的 它有它的特点 但是孩子睡着 在睡觉的情况下完成 健康报有一篇报道 就是一觉醒来 牙不疼 等着你们去参观的时候 也可以去看看 我们那个全麻真实 非常的 应该是在国内 国际上 应该都是一流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做的这个全麻 你看它这个 都这么多取怀 我说我们补完了以后 这是香港的 香港的 他这个 他父母在这经商 经商了以后 99年那时候 找到找到我 他说我那时候 是儿科科主任 他说 哥主任 我们香港啊 可以做全麻下来 进行治疗 我要去回香港 我这生意 孩子离不开 你们能不能做 我说你当然能做 后来我们就在全麻下 给他做成第一例 后来国内很多 现在病人需要等半年 差不多排队 全国各地都来 包括这边 俄罗斯 巴基斯坦 有一些国家的病人 也都往我们这儿找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给他 口服一些药物 除了这种全麻以外 口服一些药物 比如说我们给他 一些个米作安店 小糖丸 小孩吃完了以后 我们给他去 去进行这个治疗 治疗也可以 当然必须有麻醉师 在旁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给他去 笑气 国际上来着 笑气 现在来讲 我们全麻下 大部分也都是笑气的 也都是笑气 这样的话 只笑气深度深了 麻醉师监控 这样的话 我们给他闻一些笑气以后 就是感觉非常放松 我们给他 你看注射麻药 小孩没有那种紧张的表情 还有我们给他开刀 动这个切底下的一些个 种物的时候 小孩你看眼神也没有的 治疗完了以后 小孩你看 表情非常的自然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 你想想 我们又给他打开 又给他动刀子 小孩刚治完了以后 不会那么泰然的 是不是 肯定非常的紧张 你看这个孩子 非常坦然 这个一点 就非常放松了 非常放松 这个就是 我想这是我们 一些个治疗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激光 我们现在给他被动的时候 那些钻针 用激光给他去治疗 这里头也是非常有的 还有一个 我刚才说这种外伤 乳牙的这种外伤 乳牙的外伤的治疗 还有这类的外伤 我们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奥运会在北京 我们北大口腔医院 是定点的医院 这个定点医院 大家知道 不是说不是说 看有多少个椅子 多少个专家 多少个教授 你的科技 不是那样 官员要来 要看你真正的能力 他的能力要看什么 看你的治疗的水平 水平看什么 拿出病例来 拿出你治疗的效果来 我们当时外伤 我们是给他展示的这个病例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奥运会那种场馆 要是摔断胳膊 摔断腿的很少 对不对 牙外伤最多 因为这次来讲应该说 那个牙科的门诊 是最 这个病人是最多的 有的是去做核垫 做等等那些东西 这个我们给他 完全治疗了以后 复位治疗 这治疗了以后 像这些牙齿 我们都能给他去毁服 我们后来给他接上 把这些牙齿 就像这种断罐 我们现在都可以给他 再粘接上去 再粘接 粘接好了以后 我们把旁边也给他修复起来 修复起来 当然这个牙炎位置高一点 是吧 位置不太高 将来以后 我们再给他做一个手术 完全好好 这个牙齿来讲 病人非常满意的 那些官员见了以后 都觉得 北大口腔医院水平 不低 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 我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这个 错核畸形比较多 我们现在叫咬和诱导 也就是说 早期的这种角质 还没有发生错核畸形 我们去给他做 做这种治疗 完成他的一些个 一些个治疗的一些项目 我们看看 这是政绩专业委员会 他有一个调查 我们看看 他实际上 这是00年的一个调查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 全国流行病院调查 没有错核畸形这一块 第四次 我们已经加上了 准备把它加上 因为没有了以后 政绩专委会 他做了一个 错核畸形以后 乳牙期是51 恒牙期72 70几 但是翻过头了以后 我们看一看 在60年代 同样的调查 只有48% 也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 我们的错核畸形 什么 上升其实 增加了 增加了以后 当然 错核畸形 我们大家知道 环境因素 后天因素 还有先天因素 对不对 先天因素 应该在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说增加的这块 都是后天原因造成 取病增加了 早期的角质没跟上 对不对 预防没跟上 所以说造成了 它的错核畸形的增加 所以说70%多 应该有的地区来讲 查的话应该比这还高点 因为在这是00年 又过了十几年 所以说这里头来讲 我们可以把这种错核 给它去排挤 通过我们的整机区去做的 当然还有像这种 刚才我说的这种弯曲牙 我们可以什么 把它给它做了手术 切开 然后给它去排挤 这是我们 就说这个孩子已经大了 十岁了 十岁了以后 我们得靠什么 手术 牵引而科 完全可以把这个牙 给它留住 如果说 16岁 17岁 再大一点来 怎么办 这个牙齿 拔出 对不对 只是拔出 但是我们能给它牵引出来 但是 在最早期 如果我们发现 比如说像这个孩子 这孩子你看这个牙是弯着 这儿有个乳牙 是吧 造成根肩中变 把它给顶着弯了 我们大家盯住这个牙来看 我们把这个牙给它拔掉 我们看这个牙 再往后三个月以后 有点抬头 再看三个月 又在这儿 再看三个月 牙根有点了 对不对 再看三个月 牙灌 牙根 再看三个月 牙根再去形成 再看 对不对 大家看 实际上来讲 我们从这儿第一个牙 拔了一个牙 这个牙逐渐 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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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抬起来了 这就是生长发育当中 我们给它一点力 它自己能移动过来 成人行不行 不行 而且 我们用的方法是 最简单的方法 只是拔了个牙 对不对 把这个牙拔掉 只是把它拔了以后 它就能够排气 成人不行了 对不对 如果说 再早一点 如果说我们这个牙 给它补上了 对不对 就不会发生根肩周炎 如果再早 没补 我们给它根管治疗 治疗了以后 也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早去治疗 儿科还有一个特点 用最简单的方法 解决 比较严重和一个复杂的问题 如果承认 刚才我们在大会去看这个 最早的时候 它应该是什么 要切开的 要翻开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头 我想我们大家了解 当然还有一个 儿科我们还治疗的一个内容 就是不良习惯 小孩的这种不良习惯 咬嘴唇 咬被子脚 咬铅笔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伸手 咬下唇 咬下唇 就是上河前凸啊 咬下唇 对不对 兔舌老兔开河呀 牙就开了 你像这个 这当然是不对 这吃手 这些小孩的这种不良习惯 都可能造成 但是 刚才我说了 这一类的不良习惯 往往是我们医生发现 不是家长发现 有时候因为 他不疼 也不肿 没症状 我们医生知道 哪个是正常 哪些不正常 所以这里头我们在做 当然 像 这个牙齿 比如说像 这一类 我们再给他去 这牙齿早期的缺失 缺失了以后 我们不是不管 我们要给他送啊 站住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 这个牙会往前移位 这往后移位 就会什么 寄生恒牙在出来的时候 没有地方 我们给他做了这个保持器 站住这个位置 能够去让他去咀嚼 能够让他去吃东西 他正常的能够去吃东西了以后 我们看看 这个完全可以去做到 我们牙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做了这种保持器 不是说我们给他 不像成人 我们香完了以后 就等着他要没有什么 能吃东西就不用来了 这个我们要定期看 这牙看出来没有 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去调膜 另外这种保持器 不同的年龄缺多少个牙 它的制作方法都不太一样 我们有丝圈 有死蛇宫等等各种方法 将来以后你们会学到的 这些学到 但是有一些个地方 有些个他拔了牙了以后 他不敢拔 拔了以后他又不做保持器 造成了他的撮合机器 造成他的撮合机器 如果不做后牙一位 前牙一位 出来以后 这牙肯定是从旁边出来了 对吧 当然我们再做 这里头后来又换了一个保持器 换成这种死蛇宫的保持器 站住这个位置 整至这牙出来 然后你看这个牙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去给它去调整 从前来管理去调整 这个牙齿再出来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给它拆掉 我们看拆掉了以后 这个牙齿基本排列整齐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去这么去做 不去给它去做的话 这个孩子能不能排列这么多 不行的 他可能就是里出外界 撮合机型 上和也是这样 我们给他去保持管理 一直管理到牙齿完全排列整齐 我们看排列的非常整齐 也就是说通过多少年 我们从孩子出生以后定期的给他去管理 然后让他的牙齿排列 不发生错过机型 不发生错过机型 所以说这是我们儿科要做的一个工作 还有一个特殊儿童 特殊儿童 比如说那种智障 这里头 特别智力缺陷 我们国家 大概是 目前国内是1200万 北京就六七万 六七万呢 这些孩子都需要进行治疗 而且他的治疗都不配合 如何去完成 我们呢 当然说我们北大口腔医院 我们专门有一个准备设一个门诊 专门是接待这些孩子 接待这些孩子 去完成他的治疗 像这类智障的 这个孩子 还有这种罕见病 罕见病 这个孩子是脑白质发育不良 有一次我在 坐着这个 周日在外头 一个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葛大夫 得救救我们的孩子病 他说我说我是看牙的 不是那种心血管内科 或者什么的 要救命 我说救什么命 当我们孩子啊 患的是脑白质在北大院住院了 住院以后 他要进高氧氧 高氧氧我们知道 相当一部分时候呢 他的那个白血球 要降到零以下的 这个抵抗力一点没有 如果发烧 感冒了以后 他的治疗就会失败 这样的话 他准备要进高氧氧 发现口腔里有 有去治疗 要求治疗 而且他不能耽误 全国目前发现 也就是四例 四例 治疗这个孩子 他应该说 他是以一月来算的 他的生命着急 就是后来我们 这小孩特别可爱 就是你看在这 他给我们坐的时候就 就就就就跳舞 后来我们的护士 之后啊 就到现在 也没敢给家长打电话 因为不知道小孩怎么样 他 真是挺伤心的一件事 后来我们给他治疗 后来他去进高氧氧舱了 也就是说 我们儿科有很多 比如说白血病啊 或者什么的一些质量 白血病 心脏病 我的课题小组在 心脏病 他的牙齿的那个表现 他的一些疾病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都有他的特点 这也是我们儿科的一些研究 掌握的一些内容 包括一些的综合征 像这种综合征的话 你看他这个前牙 小孩才两岁 多个牙都缺了 都都都松动 确实 而且长出来也是畸形的 这孩子异常的松动 刚出来两岁 你看这个就有点 要掉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很松动 他和全身系统的这种内分泌 全身的遗传性疾病 都造成了他的这种细胞 这种容易松动脱落 还有这种牙龈增生 牙龈增生 这个牙龈增生的时候 你像这种牙龈的异常的 这种增生 增生了以后 造成这个牙齿不容易蒙出来 这和全身 也是有一定的 全身系统性疾病 这位疾病也是很多的 有的多长 有的颅骨 多个牙 你说本来长 28颗牙 他应该12岁 他应该都出来 他长了好多 前头还是畸形怪状的 又出来 这里头要鉴别 留哪些 怎么给他排挤 这是我们 他的细胞 他的一些的原理 我们也是要努力的去给他去做的 这个是一个孩子 这是外培液发育不全 我们知道没有牙 口腔里一个牙齿没有 而且这个是眼睛怕光 眼睛发光 没有汗线 这个孩子没汗 怕热 怕热 所以说我们能够帮他的 比如说我们一个 就是把他这个牙齿 给他去 去给他修复起来 我刚才说的 我们国外 国际上有一些 就对这类孩子 给他早期的去 种一些牙齿 然后给他去修复 然后给他去做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 也是有的 我们给他看看 我们把这个意识 给他排列起来 就说 他这个眼睛跨光 我们给他照相的时候 那么一照 他这个就闭上眼睛了 实际上你看 他还是在笑当中 相关牙里后 状态啊 面部 他你看 就就丰满了 就说人啊 你给他香了牙 香了牙里后 绝对 他面部绝对不太一样 绝对是丰满 感觉就不太一样 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 包括我们北大 口腔医院 我们科 修复科 症基科 专门有一个 这个先天缺牙的 一个研究中心 我们 我也是 那个负责人之一吧 共同来我们定期开会 来研究这些个孩子 如何去处理 如何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 简单的跟大家去说一下 因为作为儿童口腔 我们在去做的话 我们那些个研究 我们这些研究 大家知道 过去来讲 我们大家知道 有这个 这个 胚胎干细胞 那些个干细胞了以后 都存在一些个伦理的问题 现在 我们 在研究什么 我们的牙髓里头 也有干细胞的 包括我们的牙银 干细胞 牙周膜 干细胞 还有 整个 就是这个牙齿来讲 脱落 这个牙 我们的乳牙脱落 这块里头 它有这个干细胞的功能的 但 还有一个 发现这种 牙髓干细胞的人 也是我们北大考乡医院 儿科 出国留学的 就出现在美国 在美国 他 他第一个 发现了这个牙髓干细胞 现在被称为 牙髓干细胞之父 干细胞之父 他叫 施松涛 也是我们过去 我们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 也是过去儿科的 儿童口腔哥 大夫 也就是说 我们这种教育 我跟他们说的时候 我们这种教育体制 我们叫口腔 又 我们大家要学大的医学 整个这些学 国外只是学牙的一点 这样的话 他就奠定了 他对医学的这种大的知识 掌握的药品 国外那种单纯的牙科来讲 要强多 当然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通过这种牙髓干细胞 我们现在在想办法治疗一些疾病 一些个疾病 当然说他们可以治疗一些个 比如说红白狼疮等等 一些个 也有些苗头 还有一个 在牙髓 就是牙齿的这种再生的方面 研究也是很多的 我们在一些个科技组 我们那些也在研究这个牙齿 因为牙齿缺失了以后 我们让它去再生 怎么去做 当然可能要有一个漫长的路早走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多 将来以后 大家可能有兴趣来关心我们儿科 在生长发育当中 这方面的一些个研究 当然这里头 治疗乳牙的干细胞 和骨髓兼聪质干细胞 对比 它的这个形态 各个方面都是类似的 我们拿那个骨髓兼聪质干细胞 包括它的年轻横牙的 年轻横牙就是说 刚刚出来的那些牙 还没有牙根还没发育完成 这个叫年轻横牙的 它的这个钙化节节的一些形成 滞留乳牙和这个成骨的诱导 还有这个成脂 滞留乳牙和年轻横牙 这里头研究也是非常多 将来以后你们有兴趣 如果选儿科 如果到儿科 你们都可以了解到 北大口腔医院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个研究 和一些个 这也是成脂的 成脂房的一些个研究 这成山经的也有些个研究 应该说 从这个牙齿呢 应该说 从乳牙 这是一个横牙 应该说 归纳一下 我们实际上这个乳牙 出来了以后 一直到横牙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发生的疾病 我们儿科 都要去负责 都要去检查 去了解 去给它去治疗 也就是说 从乳牙 我们它的治疗的结束 如果我给大家讲的 这一堂课里 大家能够去理解 它治疗结束 一直到排列整齐 你的治疗才能结束 所以所以儿科大夫的责任 牙齿 开始 矿化 开始去长 一直到萌出 一直到牙齿排列整齐 这段时间 属于我们儿童口腔医学 研究的内容 我们治疗的一些内容 所以中间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都去克服 这是 你们 可能下周 要到我们 到这个 北大口腔医院 去参观了 参观了以后 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 我们的新大楼了 新大楼也是 非常漂亮 应该还是不错的 北大口腔医院 儿童口腔科 应该说在国内 应该是最好的 最好的 有几个标志 一个是国家级精品课程 精品课程 儿童口腔医院 在国内只有这么一家 还有一个呢 博士授业单位 目前来讲 就专门的博士点 只有北大口腔医院 我们是一个博士点 别的都是几个学科一块 有的学科可能是塑士点 但是独立的博士点 只有北大口腔医院而可视 还有一个我们 当然是主任 我是专委会的主任委员了 还有现在统编的教材 你们读的这本 长学制的教材 将来以后你们读儿科的 我们今年在出版新编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知道 其他的院校 卫生部有统编教材 我们这个主编呢 是我们北大口腔医院儿科 由我来主编的 这样的话实际上这里 当然还有马上申请 林专重点学科 应该说 应该北大口腔医院 因为当人不让 应该是第一位的 因为他做的工作 他各方面来讲 应该在国内 应该是不错的 将来你们 你会越来越了解 还有他的诊室 过去这诊室 我们看病人很乱 也很多 现在条件也大的改善 病人后针的这种环境 就是诊室里 都做各方面都非常有序 不是像过去很乱 很多 当然病人多 秩序 我们的看病的能力 也在增强 这是后诊室 这是我们的 北大口腔医院 这个后诊室里头 小孩去刷牙 这方面 这里头有一个 欲乐的一个地方 小孩看了以后 不那么紧张 这是我们的诊室 诊室了以后 看有些色彩 有的医院的儿科 他就得打扮成 弄上很多小动物 挂得是花花绿绿的 花绿绿太多了以后 不一定使小孩放松 可能更加紧张 对不对 人会产生一种躁动感 你比如说提醒 这是花花绿 还有一点 透出来 这是医院 很严肃的地方 整齐干净 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去做 当然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些诊室 要准备建一个儿童口腔医学中心 这是北大口腔医院 儿科的一个最新的 60周年的一个全家福了 这个国内也是最大 我们现在50多人 准备预期将来以后100多人 很大的一个儿童 这是出国的 我们一些个 大家可能了解 现在国外 因为他没来 但是也是长远 他就给放在这了 我们在为未来培养一些个人才 这是我们的研究生 他们也都是非常的开心 一些做都是年轻的 年轻的一些个大夫和研究生 现在在儿科工作 好 还有一点时间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样一说 就是我想问那个 错课机型的证机质量是否有您的限制 因为我自己十岁的时候在我那个小时期 但是十岁的时候我的上下的那个漆还没有流出来了 然后小证完成之后 可能我自己感觉对我的妻 可能有影响 并不是值得 所以我就是想问 那是不是我应该等 我的牙头掌权了之后 我再做政绩就是可以一老一年 多大年龄做政绩 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去问 政绩来讲 应该说 应该说 现在政绩我们技术发展也非常快 就是多大了以后就大一点 过去来讲都是儿童的事 现在成人也都开始做 往成人化去做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做政绩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应该说 有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的牙齿来说 比如说错核 有些个错核进行 应该是早期比较合适 比如说像那种拥挤 前牙那种拥挤 前牙那种反核 地包天 地包天 如果我们早期去做的话 比如说像这种地包天 我们早期做 这个上核就能够发育出来 但是我们不做下核发育 将来以后可以做 但是搭过来 这块中间就凹了 所以像有些个疾病 我们越早做越好 有一些可能要等到 稍微它发育 比如说牙齿蒙出了以后再去做 总之在早期进行干预 比如说乳牙齿蒙 早期我们得了解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部分 稍微晚一点去做 不等于放弃机会 但是不能错过 它最佳治疗时期 这个应该将来以后 你们医生 我们的老师 会给你们去分析判断 哪些早一点做 哪些个晚一点做 逐渐去做的 现在我们儿科也有在七八岁 比如说早期那种拥挤 我们让它不去拥挤 给它排列整齐 将来以后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做正题 还得减数 这样的话相对来讲 减数少一点等等 这些研究越来越多 而且过去来讲 我们都是带那种金属的 现在来讲带一些塑料的 还有一些透明的 怕白天带不太好看 也是晚上带的 这些个朋友 将来老师会给你们去解释 面试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 你们是这样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无论任何一个面试 你们要记住 把自己的心态要挺好 老师在面试的时候 更多的考虑什么 看你的能力 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 如果特别紧张 表现 一个是表现 有个该发挥 你没发挥出来 把它放松了以后 完全可以 一般情况下 我们面试的时候 相当于不能 给大家去聊聊天 聊一些日常的问题 有的时候 老师可能能够看 另外你们要注意细节 我曾经去 日本的时候 他NF派有一次 在招 招那个 招 招那个 工作人员 他大概是要招 十个 报名的大概是 两千多个人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怎么 这个里头 怎么能够 你说两千多人 我说他而且 他两千要招完 怎么给 撒住这十个来 他说呀 是这样 他说 实际上来讲 我们在看 这些人进来的以后 每个人表现都不一样 表现是他看他的细节 马上看出来 比如说以推门为例 进来了以后 比如说进来了以后 有人也不知道关门 是吧 有人就进 动作很大 有人就是 这里头你的细节 一定要 就是说 这个应该说 平时注意去修炼 自己去培养 自己培养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给大家 随便聊一聊 然后了解一些情况 看哪些人 他的一些个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更强一些 我们一般就会去选择 也欢迎你们去报考儿科 绝对是一个阳光科室